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9日 是7月最後一個的交易日 期止結算完畢 今天大使就表現出他真靈的面目 下跌了 其實我一直都說 常常為何想著會升呢 他嘗試只有三種方向 升 跌 橫行 如果想著升的話 一定要有升的理由 現在整體一路 我基本上要大家考慮幾個問題 一 疫情去了未 二 加息加完未 三 資金流走完未 四 如果這三個問題 都是否定的話 港股是一定有難的